期待已久的蒙炭探探案2终于开播了 因疫情被困在海南的华晨宇顺路加盟了蒙炭剧组 和他最爱吃的冰淇淋巧乐兹一起助力蒙炭家族 熟悉的导演熟悉的套路 华晨宇在上一个综艺里展露的破案才能在蒙炭里发挥的更开心了 这一期 嘉宾们进入加油儿女IP中 还是同样的夏天 还是同样的烈日当空 这一期的蒙炭瞬间打开了我们记忆的大门 长大后的流星小雨小雪和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刘梅 又会上演怎样的故事呢 在剧情中 华晨宇化身下雪的男友助力刘梅破案 华晨宇果然是流量密码 蒙炭第一期的收视数据就很好看 不仅如此 华晨宇还是蒙炭冠名商巧乐兹的品牌代言人 最后 奉送一组华晨宇美照 既玩了游戏还录了综艺 同时又喜提新代言 一边探案一边吃冰淇淋 这也太爽了吧 不得不又要夸一句 华晨宇果然是顶流